这两天的百度CEO李彦宏又火了一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7月5号的时候一段视频刷爆网络 视频中一名男子坐在副驾驶上 自称车辆处在自动驾驶状态 视频专门拍摄了方向盘的位置 可以看到没有驾驶员操纵方向盘 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这名男子就是百度的CEO李彦宏 当时是2017年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的 一段百度无人驾驶汽车的展示视频 而李彦宏坐在这辆红色的汽车的副驾驶座位上 他在视频中称自己刚刚上五环 正在前往会场的路上 整段视频约一分钟长 车辆都处在自动驾驶的状态 滑稽的是 虽然无人驾驶没有出现任何事故 但在视频中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有压实现的伪装行为 根据规定应罚款200元扣两分 并且此视频立马引起了交通部门的注意 交管局内部人士建设称 现行法规并不允许无人驾驶上路 正在就此展开调查 可以说百度的CEO 是自己把自己的伪装证据都拍下来的 有些网友认为 无人驾驶的汽车涉嫌违反交通法规 也有些网友说 如果无人驾驶出了事故 算谁的责任呢 其实在2016年3月两会 身为政协委员的李彦宏 就公布了自己的两会提案 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和加快制定 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等相关政策法规 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的提案 不过此法规还未出现 这样的做法确实也有些不妥 事后有专家表示 法律不会禁止技术的进步 相反还会努力引导技术的发展 但是技术的发展 不能够伤害到公共安全 在这方面法律要进行规避 而且有明确法律规定 新车测试不能够在公共道路上进行 所以这次百度CEO应该是惹了不小的麻烦 不过话说回来 不过无人驾驶真的百分百安全可行 变红欧巴也算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 车友们你们说呢